这是1938年由清华日军随军记者所拍摄的当时的安徽省会城市安庆被侵占的真实影像 影像还记录了日军在城内撬门入户等各种行径 这些曾被日军拿来炫耀其武力和辉煌战机的镜头 却真实地揭露了侵略者的丑恶嘴脸 在1938年5月徐州陷落后 日本政府计划迅速占领武汉消灭中国军队主力 逼迫国民政府屈服以结束战争 并决定先以一部兵力攻占安庆 作为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 日军先后对陆海军下达了111号大陆令和120号大海令 命令华中派遣军安排部队占领安庆附近 并让日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协助陆军占领 1938年6月初日军中国方面舰队的第三舰队新边杨子江部队 从南京出击开始速将作战 日军开始下安庆进攻 6月11日日军调集军舰40余艘 商轮13艘汽艇80余支和牧船数百支 由敌港贵池间江面向西行进 当日军波田支队等通过大通江面时 遭到中国守军的抗击 但日本海军以强大火力实行压制 强制军波大 日军通过大通向新开沟前进并继续轰炸沿岸 11号当天 日舰向两岸炮击418 38下日机投下了200余枚航弹 沿岸林木近尾 无设戒为废墟 6月12日日军对安庆发起登陆作战 日军舰逐步驶进大渡口 并向对面的安庆猛烈炮击 同时 日军飞机也对安庆实施侦查和轰炸 据事后晚报记载 安庆当天上午生活照旧 直到听到炮声 人们才得知日军进攻的消息 匆忙避难的百姓 由于天气不好道路泥泞 加上日军的轰炸 其悲惨情形难以言状 这是向安庆进犯的日本海军赶死队 现在是在安庆派子级登陆的日军镜头 12日波田支队一步经新河口大王庙豹家村向安庆城西面前进 并于下午6时占领安庆机场 其后急向城内猛攻 同时另一部日军从广纪围向安庆城中进逼 镜头中是13日早上7点左右 正从安庆市接安壁登陆的日军陆战队钢本部队 最先攻入安庆城的为日军大佐高桥梁帅领的波田支队第二连队 其余12日的晚上10点多攻入安庆城 现在是13日钢本部队正对安庆城进行扫荡的镜头 伤亡慎重的安庆守卫部队第二十一军第一四六师之第87二团及保安团队 除留一部坚持抵抗外 大步于12日夜间经北门西撤至圆潭铺一带 镜头中可看到日军随身携带着防毒设备 日军进攻安庆中对中国守军大规模实施毒气战 其还在安庆作战后编写了徐州会战 安庆作战特种烟使用战力及成果等数 并分发给各级指挥官建议指导各部实施化学战 镜头中钢本部队对看中的安庆城内建筑圈战为军用地 钢本部队指挥官为日军大卫钢本卫平 其也是杨紫江部队进攻安庆的登陆指挥官 日军在安庆城门上欢呼流影 安庆城完全被日军占领 不过安徽省政府在数月前已经由安庆外迁之陆安 安庆之战为武汉会战拉开了序幕 日军占领安庆后打通了从河北 经书城同城至安庆的公路 为日军侵略武汉建立了补给和空军基地 华凌 信账 pics úsica 感谢观看